一顆磚頭大小的碎石 穿越煙霄飛了一百多公尺 身穿橘色上衣的工程人員 趕緊前往解釋 查看12公斤的炸藥 有沒有完全爆破 蘇花改觀音隧道工程 北上線終於完全混通 工作人員們開香檳慶祝 工人們開心歡呼 為了聽這聲爆破聲 他們等了好久 因為我們要在裡面流汗 裝作要時間比較長 高溫又悶熱 這個是一定的 這個當然比如說 我們在秋天的時候 或冬天外面大概是20來度 裡面大概可以維持 差不多到30多度的溫度 走一下 沒關係OK 有兩位工作人員蠶服 他是陳映朗 負責工程的小承包商 混換走過這條 短短5公尺的碎石路 走著走著眼眶泛紅 四年前進來開始做 我就每天在期待 想到這一段的時間都很努力 從工程開通到貫通 堅持全程參與 今年53歲的他 曾經參與過 北二高工程雪山隧道貫通 工作年次28年 但今年7月 因為壓力太大突然中風 看在同人眼裡相當不捨 他是我一個 很好的一個前輩 對 怪手挖開岩石 對面的光透了出來 看在所有工作人員眼中 不只是感動 而是給當地民眾 一條回家安全道路的承諾 又更進一步 記者綜合報導 先示範 改正 改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